有人問妳要不要當副總統 今天妳100分 因為妳問了一個 最近爆的消息 也是我內心最 最不能說的秘密 這個就是好像 我們看到那顆星了 人生一路 已經怕到這 現在已經最痛苦都過了 腳苦都怕過有什麼好怕 一天那般歌喉的詹雅雯 神采異異宣傳2024年演唱會 要告訴大家她不怕病魔 我非常好 非常好 雅雯姐現在身體狀況還好嗎 身體已經回答了什麼 非常好 我們今天聊演唱會 謝謝 她會想要讓妳挑戰 阿妹的歌或是其他的歌 太遠了 妳太厲害了吧 妳為什麼會猜到 我這樣就破梗了啊 疫情開始 從我的 怕是生開始 我一直在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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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非常厭惡 擔心這兩次 妳已經撞牆 撞到已經被逼到牆角 沒辦法了 妳會生出勇氣 我現在都每天運動 我在這一年當中 我一直休養 吃進口的東西 我盡量都是最重要的東西 譬如說高蛋白 盡量的增胖一點 所以我已經胖了五公斤了 只有胖嗎 我胖了五公斤了 這件事情 我不需要經過醫生的諮詢 也不需要經過醫生的評斷 因為我自己非常相信 可是因為演唱會必定要唱 大概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對 妳要站這麼久 我不擔心 妳要不要一直坐 我可能躺一下都可以 我會很隨性的讓大家看到 在穿歌的導演之下的演唱會 會看到不一樣的詹雅雯 還是妳就挑戰第一個在手續上 躺的人 穿都躺到了 我會誤解說 我好像體力不行 余美人 不夠帥 詹雅雯演唱會辦在大選隔州 怎麼看超級紅人榜同事 余美人要選立委呢 我對於所有想發心發願 為眾生付出 為人民付出的這些人 我都是百分之百的祝福 已經有人找我在政治圈的這一塊 被我感興趣了 差不多快20年了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他有人問妳要不要當副總 喂 今天妳100分 因為妳問了一個 最近爆的消息 也是我內心最 最不能說的秘密 哦 不要說好了他 驚嚇 驚嚇 我嚇到 才愛了 才愛了 太看得起我了 太恐怖了 看得起我了 我各個黨派我都會去啊 都有去 都有接 我是個歌手 我接了case 我就是去唱歌 我就去表演 三迷娛樂新聞 天啊好好奇 到底誰找妳啊 報導